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池 今天我们用土豆来做一个酸辣土豆丝 这道菜用到的食材很简单 主要就是一个大土豆 几根小香葱 青红椒 干辣椒和几颗蒜粒 先将土豆的外皮刮干净 这个土豆比较大 有大半斤 一个就能做一大碗 土豆我们要挑选这种黄心的 这种口感吃起来更加的脆嫩 对半切开后 竖着切成厚薄均匀的薄片 接着切成粗细均匀的细丝 这里比较考验刀工 刀工不好的朋友也可以用擦丝器 但是个人感觉切出来的更好吃 切好后先放入大碗中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将土豆丝多清洗几遍 洗掉土豆丝表面的淀粉 淀粉洗干净一点 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脆嫩 洗好后 控水捞出 再一次放入清水中 往土豆丝中 加入一小勺的白醋 可以防止土豆丝氧化变黑 接着将大蒜 先切成小块 再剁成小一点的蒜末 切好先放入小碗中 用剪刀将干辣椒 剪成两三厘米长的小段 这种干辣椒不辣 主要是为了增香增色 接着将柴子切片的青椒 切成细丝 红椒片也切成细丝 切好一起放入小碗中备用 几根小葱 直接切成三厘米长的葱段 切好放入小碗中 锅中水开后放入土豆丝 先将土豆丝焯烫一下 可以缩短炒制的时间 但是焯烫时间不宜过长 大概30秒 把土豆丝烫软了 就可以控水捞出了 先放入碗中备用 起锅 锅中加入适量油 油热后放入蒜末和干辣椒 大火快速地翻炒 把蒜末和干辣椒爆出香味 接着倒入土豆丝和青红椒 继续开大火快速地翻炒 炒出锅气 把青红椒和土豆丝炒成七八分熟 这里大概大火翻炒30秒 然后把火关小 调味加入一勺食盐 一点点鸡精 一勺生抽 再沿着锅边淋入两勺香醋 很多饭店炒酸辣土豆丝的时候 都是放的白醋 个人认为放香醋 炒出来的土豆丝更香更好吃 快速地把调味料翻炒均匀 最后放入葱段 翻炒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酸酸辣辣的 非常的入味 而且根根分明 晶莹剔透不易断 不粘连也不成坨 其实做好酸辣土豆丝很简单 但是还有很多人 掌握不了技巧 不是不入味 就是粘连成坨 好啦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的话 就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